在约会篇我们直接上困难难度 跟我的妹子这个吧 约会 哎呀 想都没有想到 好难哪 这五马送鸡胡头 我现在 现在在教广大宅男 这个把妹 是吧 五一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 可以和妹子是吧 如何把妹 如何撩妹 然后玩这个游戏 玩到后面 我突然间发现 好像 成了这个游戏在教导我 变成了我被这个游戏掏路了 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这些五马送了 三个强无敌 加三个鸡骨头 啊五马小哥哥 你好棒哦 最爱你了 哎呦 是不是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混啊 嗯 好安心 我们现在 现在是要去约会 特别难 要和女朋友约会 老板这么好呢 下午又不能请假 看来我们 我们是吧 看来我们是有女朋友嘛 对吧 又很穷 事业爱情两不悟 面面不多 但感情深厚 感情真的深厚吗 啊 他平时很想主动找我说话 因为我四处打工很忙 所以他不想打扰我 放屁 这种情况就是他不喜欢你 你只是他的一个男朋友之一 好吗 这这这这 你这你这我啊 你这 这么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现在上哪去照啊 这孩子是个傻子吧 巴布什 我现在附身在一个傻子身上 约会基金 他哪 开个房 需要存两个月吗 一百块钱 要这么多 蚂蚁 人这手 您这手气 爱破 我这 宝宝 你在不在 干嘛 今天下午是别忘了哦 今天下午怎么了 约会吗 改天吧 今天很忙了 看我就知道他女朋友肯定有鬼 就通过他这几句 是吧 一看就是 可能两个月的钱 这一看就是 女朋友在和其他男人在约会嘛 女朋友太腼腆也不是好事呢 不过这 房屁 什么叫腼腆 哎呦呦呦 这个直男癌 没救了 我跟你讲 难度是一是 这个这个游戏的难度 是根据这个 这个男生的长相 智商 情商 牌力有关的吧 这肯定就是一个 是吧 肥宅级别的 啊 爱穷图 可能两个月的约会是什么 打车去显得高贵 骑自行车去快捷方便 好 我想 不想 不是 不是 打车去显得高贵 打车去能显高贵吗 why 一次性车又让人看不起 打车去显得高贵 打车去吧 自行车去让他看电话 可能会更难受 打车的 搅车 然后 如果等到了 我到了 天都会了 堵这 哎呀 这个结局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局 好 啊 都租车怎么办 自己开车才会有高 有那个什么好吗 你这 幸亏存了一下 哇 骑自行车快一点 妈呀 这是什么自行车 大横梁啊 大二八啊 天呐 这你过去 我感觉学哪个都是死啊 喂 哇 这勒死我了 这他女朋友了 哇 女神奇变 天呐 宝宝我来了 这一看就肥腻中年人的声音 要是我的话 肯定得踹死他 背影杀手 哇 哇 臭哭了 什么鬼 哦呦 哇 还没有刚刚那个位置好看 买的新疆好好穿 哎呦 这 我说这首戏我不完了 这太难教了 哇 哎呦 来 抱抱 我要处 蹲一下 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简单 应该是聊她的话题嘛 聊自己的话题 她会很烦 就说她在干嘛嘛 但是我觉得女朋友肯定有鼓励 唱歌录了一首曲 啊 等等 哇 这种男朋友教不得 教不得 啊 教不得 教不了了 教不了了 去看电影调整情绪嘛 等等 我这个难度 我有点害怕 聊自己肯定只不行 去旁边散步 好聊天 去电影院调整情绪嘛 他肯定是被她那个男朋友甩了 看完电影就甩掉了 对吧 哇 走了这么久吗 哇 跟自己女朋友 是吧 遛弯 遛了半天 最后这女朋友一回头说 嗯 你怎么还在 哇 这印象就是 是吧 头顶一片青青草原 哇 这个 有点不对劲 好好红红它吧 这个女的我也不怎么想撩啊 怎么办 面贪恋 嗯 这张还算可以 我觉得还算挺可爱 这种时候慢慢地搂住它 合适吗 我感觉 合适 它肯定是被她男朋友甩了 这个时候需要安慰 要么就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站在一旁 它没有存在感了 搂一下吧 反正我存档了 哎呀 这个太急 哎呦 走剑的男友 哇 你真的要每一个都给一个评价啊 阿西巴 我嗓子都快喊哑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给你唱一首生日歌吧 生日快乐 给她买一杯热的奶茶 这种时候直接默默地关心就好了 对吧 又走了 哦 奶茶自己喝了 奶茶自己喝了 哎呦 人都自己喝了 她有男朋友啊 长得不难看 我才不信 找个话题哄哄她 给她分分心吗 觉得这两个应该都是无伤大雅的一个选项 谢谢希儿送了100个鸡骨头 鸡骨头 鸡骨头 第二生日还要给苗姐送礼物 谢谢希儿啊 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小话题哄哄她吗 我搓了 那女朋友 哇 那你不要说淘宝便宜货好吗 哎呦 这女朋友怎么一直都是这种啊 这个有点接受不了啊 要减肥 哇这个直男啊 我哎呦我的内心 哎你们和妹子说话的时候脑子里面都想的这些话吗 等她离开后偷偷买下来 Y99 哇你这个 也行嘛 买一个山寨品天天这么堂塞 哇就这样的矮琼铢还有女朋友啊 天呐这矮琼铢的一个逆袭之路啊 何止三观会吧 就是告诉你 人家这种矮琼铢都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 我不是没有女子 我是喵汉子 我不是味蜂菇 我们哪有女朋友 蜂梁铢的一个伙伴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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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肉丁 119 219 119 219 119 319 319 就到了一个选择困难症了 好好解释一下吧 比如 这样说也对 他肯定是被那些有钱的人给甩了 默默 啊默默 哇这个女的长得我真的有点看得有点吓人 一起续 可以默默的送他下去吧 反正也当我们是空气 反正也当我们是空气 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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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还不行了 是吧 试一下 脑壳里在想什么呢 我说一开始就应该把东西给他买 他这个妹默默是一个 不动一点送他下去 不拒绝 咦 哇 又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儿吧 等一下 33对 我们 我们 我们应该去 他看那个小东西 应该给他买了就好了 对吧 对吧 就是好人卡 啥意思嘛 我们 哇塞 我这个智商 智商是吧 233的 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 我们跟他大芭蕾挺好的 手机上面的钢化膜就是我给你买的 我的天哪 买个钢化膜就对他好 妈呀 我要是这个妹子我也跟他分手啊 什么鬼 一个钢化膜都说好 嗯 好的小希儿 晚安 做个好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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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我应该搞毛啊 难道说这块就错了吗 绿帽霞 哎 哇 这个我搞不懂啊 这个 哇 这种直男我怎么攻略嘛 我感觉好难啊 这种直男我觉得咱们还是再见吧 这个女的虽然说有点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更差劲 嗯 钢化膜 谢谢小希儿送了60个鸡骨头 我靠梦奇儿 这游戏叫做恋爱模拟器 我已经快被整风了 哎 快让他走吧 我这个直男我 钢铁直男 这真的好无聊 噢 这个妹子也不是说看钱 但是又看冷漠吗 迷茫的男友 这个结局好像还不错 解锁成就一脸懵逼 哇就你这种直男癌 我不玩了 不行我受不了了 告白片我已经告白了 这个约会片我实在是 No way